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挤出法 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用的编辑方法 那大致上我几乎都是用这个方式在做 那挤出的方式也有分点挤出 线挤出和面挤出 那这个是面挤出的 这个是线挤出的 这个是点挤出的 那不太一样 那你可以切成两个视窗 然后呢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按A选全取消 然后开始选面模式 选到这个面模式这里 然后选一个面 开始挤出 通常我觉得挤出法比较好用 是用面挤出 面整个挤出来的话会比较顺一点 那挤完之后你可以做平移 旋转缩放都可以 但请注意你现在选的是那个面 所以你所谓的平移旋转缩放 是针对那个面而已 那这是暗F12的成像结果 那所以我们待会会用这个挤出法的翻例 来做一个酒杯 那先操作一下给各位看 所以你的画面会不见 所以稍微看一下前面 那在这里请各位注意 我如果现在在编辑模式的时候 那稍等 把它拉回来 现在这个是物件模式吗 诶 它的跑掉了 好吧 我重开一个 要选物件 是吗 诶 真的 好 有解 好 那 现在是在物件模式 我选了一个物件 它会有这么多 对不对 那我要进编辑模式 我要按Edit 或者是我用Tab切换 那切换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针对它来挤出 但是我不想挤这个房子 房子挤一挤会坏掉 对不对 所以我就在这边 请注意我切换回编辑模式 切换回物件模式 切换回物件模式的时候 你在这一个区块 你把它拉过来一点 你会看到 好 这里有20格 20格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叫图层 那所以这20格图层呢 我现在是在第一格嘛 所以我这个图层选上去之后呢 它会是房子 它有一个点 有一个点代表有东西 没有点的话代表没有东西 那我现在没有点的这个 是第二层 这个是第三层 那每一层你都可以放一些东西 OK 那所以我现在呢 我在这一层先放一个东西 来 举个例子 我放 还是放这里 我按Shift A 然后呢 我一样放一个立方体 那说小一点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如果要切回原来的图层怎么办 就点一下就好了 切回这边的图层 点一下 它一个更好用的就是 我按Shift 把两个图层同时选 那两个图层的物件会同时看到 那你要看几个图层 你就按着Shift一直点 你就可以看到那么多图层 那现在我不想看到 第一个图层的东西 我就这样做 那这个是图层 那我按Tab键进编辑模式 那我按全取消 那这时候呢 我想要用面模式来挤出 所以呢 我要选面模式 那我这边挤出 按E 它可以挤出 再按E 又挤出 按G呢 可以移动一下 按R呢 还可以旋转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 这种模式来转 OK 那你也可以用这种模式来缩小 那当然你按S键缩小 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用挤出法的时候 如果你是面模式 它会用面挤出 但是如果你是线模式 我们现在选线 我把它挤出来 这个不是 这个 稍微看一下 现在好像还是选到 看一下 选这一个 OK 现在选到一条线 那我按E 它挤出来的时候 它挤出来的时候是一个 就一扇平面 因为你线挤出来的会是平面 你面挤出来的会是立体的 那同样的 如果你今天是选点模式来挤 我选点模式来挤 我按E 它挤出来是一条线 那大概就挤出法的做法是这样 那接下来我就继续示范一下挤出法可以怎么用 所以我现在这一个模型建成这样 它全部都是同一个模型 因为我在编辑模式做的嘛 所以这一个是一个模型而已 我可以把它删掉 就整个模型就不见了 好 那我现在要教各位怎么样来挤一个酒杯出来 那所以先给各位看一下 酒杯等一下再挤好了 先让各位操作一下刚刚的东西 那酒杯等一下再挤 好